佛子天地游记第一册 下篇 地府听审 8.阎王殿听审 敛财和无名棒佛造口业的罪灵 问 2018年11月5日 弟子今天被地府官员请去听审两位罪灵的审判过程 阎王爷希望 我把这个事情书写告知阳士 恶事不能做 恶语不能说 哪怕无名犯罪棒佛 地府也是严厉成见 修佛道之人 不要把佛法戒律当儿戏 以为脸才是小 死后才来追悔莫及 你师父的图腾案例 即白化佛法把天地因果 佛门戒律道尽在其中 你们再是弟子 要细细领悟 今天从地狱压来两个罪灵跪在殿前 阎王爷指向跪在稍后一些的罪灵 让他自己坦诚罪过 罪灵开口了 我本是心灵法门弟子 可是没有深入去修习佛法 学佛也只是做表面功夫 我不属于马XXX 是本集XXX生 死后入大地狱受苦时 之前游地府 阎王告知大地狱是全世界不同罪灵 一起在里面成见 日夜豪哭 求观世音菩萨救我 现欲马XXX有童子游地府 把地狱颈项书写阳誓 告知世间有观点才 望佛一世 观世音菩萨特下 圣旨让地府调我灵体过来自己坦诚 因为罪灵是修心灵法门 归心灵法门 悟法菩萨管 地府负责执法成见 望诸佛菩萨 观地菩萨怜悯我 以此功德 消我罪业 提醒心灵法门弟子 敛财的罪业果报 莫以恶效而为之 罪业是积累而成的 我为死之时 在微信上向心灵法门的佛友和信徒 推销我店面产品 私底下也向佛友推广 在大伙聚会之时常发自己名片 自己微信联络号 常和佛友掺货聊家常 其实是为了做生意 我在世不觉得不妥 法门师兄曾转发师父 开始给我 提醒我这是免财 出佛菩萨血 再靠佛法赚钱 我不以为然 觉得他们小题大做 才赚那么一点钱 至于报应这么大吗 我也有在外面做其他人生意 有这么夸张吗 难道菩萨不保佑我身体事业好吗 我片面理解佛法 不把师父告诫当回事 菩萨保佑我癌症好转 我辜负了观世音菩萨救度之恩 还不好好的学佛念经 弘法度人 没做好佛弟子的本分 还讲法门师兄不对 不听劝告 我错 我错 我死后才知道错 大概几年时间吧 我忘了因效果大 弟父再给我记账 先是自己倒霉事不断 生意营业额下滑 阎王告诉我 这是护法菩萨初期给我的警告 可是我太愚痴 我不懂 我继续造业 过后癌症复发 扩散蔓延 默契亚 再去求菩萨保佑 可是我没有真心忏悔 我只是一心一意 想求观世音菩萨 菩萨让我病好 我知道菩萨最慈悲 一定会原谅我的 我太愚痴 阎王告诉我 没真心忏悔 连护法菩萨都不保佑我了 死后地府审判 下火烧地狱 苦啊 全身火烧啊 地狱叫唤 无人救啊 童子你救救我 求观世音菩萨慈悲 替我向观地菩萨和诸佛菩萨求求情 我错了 真的是 真心忏悔了 你们不要和我一样 以为没事 下地狱才知道苦 无 无 无 哭泣声不断 我站在一旁 无法言语 阎王叹了口气 对罪灵说 弥国已形成 你向谁求情 都无用 菩萨也不动因果 现在观世音菩萨慈悲你 念你再是弘法度人功德 虽然居心不良 有目的 特调你灵体 童子归阳士 书写出来 好让心灵法门的 修道人以此为尽 没出菩萨身上解 不可以及自敛财 以此功德 消你罪业 已是最大的慈悲 随后 阎王命贵拆把罪灵 押回他所在的国家地府 让那边的地府处置 因为他不处于马XXX 阎王会书写公文 给XX国家地府希望他们往开一面 能够以这些功德减免一些罪罚刑期 不久 阎王叫鬼差 把另一个罪灵叫到面前 指了指罪灵说 你在阳世不懂佛道本一家 以自己的见解 曲解佛门道场 到处造心灵法门口音 你是道教妙于理事 你在世行善积德 又孝顺父母 工作认真 勤恳 乐于助人 本王甚为欣赏 可你为神要讲 你内修心灵法门的亲戚不好 讲佛法不好 你家亲戚和你关系甚远 又无度你入他法门之意 只是随他自身因缘 跟着他师父卢军红台长 修习佛法 奉守佛门戒律 在家尽修 红法度众 你天上道场真人 知你一介在世洋人 不懂佛法真实义 不能眼见 法界众生实态 也不懂得律因果 在你要出世前 数次报梦 提醒你口夜之报 你凡人肉胎 醒后不知 可知真人也无奈 各法门宗派都是以善为本 你们在世洋人 实在是 爱 本王虽怜悯你无名造议 可果报 还是自首 我献有你道场真人 天上卷轴书写 你在世功德善事 代为求情 以你在世功德 把受罚刑期设名 你可以出狱了 待会随自身因缘 去投胎 看你在世妻儿可怜 孤儿华母 本王会书写公文 让每月到地府的天宫 告知你生前修习的道场真人慈悲 你再是亲人 派人救度 接济他们 罢了 罢了 下去吧 也别谢我 谢你道场 法门真人吧 也是你自身所造之善 说完 鬼差把罪灵拢走 弟子魂体被金光带回阳视 请师父确认开始 答 真的很可怜 下去之后才知道 全部有名有姓的 很多人在人间假修 真的很可怜 装得很卖力 没用的 天上地下全看着 要真修 到家的人 讲我们不好 拉下去了 我再三和你们讲 你修你的 不要讲别人不好 弟子守则中 让你们不要讲任何法门不好 自己好好修 他到家修得这么好 照样拉下去 成为罪灵 投人了 本来可以上天的 不要乱讲 2018年11月23日来信一货 26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